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简单 最后一个赢的人拿到四百多亿 输的人没有了命 也就是到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够幸存 这种游戏你敢参加吗 好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那个人性的贪婪跟丑陋 包括明明是好朋友 一转眼之间马上就会背叛你 因为我要生存 我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那这句剧里面最经典的台词就是 你还会相信人性吗 对 你现在不要转过头去 看你的另外一半 好不好 那重点就在于说 不管是亲朋既友 这个剧里面有人说 他凸显出了职场的残酷 有人说他凸显出了 生活上的一些冷漠跟残酷 如果你会参加这样的游戏 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 你在面临到最关键的时候 你会牺牲自己 还是牺牲掉你旁边的那个人呢 好 那难道人性真的就是这个样吗 今天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不管从职场 从朋友之间 从亲人之间 看一看 是不是人性真的经不起考验 好 来 一开始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左手边第一位 中山副一法医科的主任 高大臣 高法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梅田 丁雪伟 各位大家好 来 右手边第一位 心理智商师张伟霆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律师李明中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今天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今天录完只有一位能够拿到出席票 好吗 就是这样 对 那就看大家讲的 最后谁讲的会比较 然后观众会比较喜欢谁 你会先来照 我让你高百亿 对不对 但我跟你讲 你看会不会觉得人性真的很可怕 就为了最后 当然你说的太庞大 四百多亿 但是如果说到最后只有一个人能活 那个中间 你看那个剧 明明是好朋友 一翻脸之间 那你发现大家要组队的时候 然后你想 我跟民中两个都是律师 又是熟人 他一定会挑我 没有 他就挑了张伟霆 好不好 见色忘有 就是这个样 OK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剧 凸显出太多的一些的人性 可是从这则新闻 你也可以看出人性太可怕 所以为了钱 合作伙伴为了利益 那个排除计划 而且那个排除计划 杀了一个铁杀大亨 后面还有很多人 要不是破了案 全部都会挂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案子很奇怪 就跟那个游戏游戏 这个你一堆人在合资做一个生意 因为那个利益太过庞大 这个庞大到几百亿 所以他们就慢慢就 我们投资这些人 他们的计划是说 只有一个人能拿到钱 所以他们找了这个 这个死者叫做铁杀大亨 叫张子能 他很有名 他在菲律宾有铁矿 有猛矿 很多金属矿 是一个矿业大亨你知道吗 那台湾这些人就找到他说 我们来做一些生意 我们在台湾盖码头 可以把外国的一些铁矿 那个猛矿 运到台湾来 那利益就很大了 对不对 好 那投资之后 他们竟然过一阵子说 因为那个码头工程 怎么一直拖延 拖那么久都不盖好 是不是这个张子能 因为他在外面 他有掌握了很多 很多那个进口 进出口 OK 他刻意不让他进来 对 他就觉得 是不是你在拖延 让这个价格一直上涨之后 对不对 那个租金变多 跟我们拿一些税金 变得越多 可是问题是赚的利益都在外国 都是被赚走了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张子能 应该问题很大 所以他们开始拟定了一个 叫做排除计划 就站在张子能这边的股东 有没有 我要一个一个把你减除掉 杀掉之后 这些利益不就落落到我们身上了吗 所以他第一个目标 当然就是张子能 你知道这个嫌犯 幕后主打一切的一个 叫做王金莲 女的 对 女的 而且他在高雄开安心班 开了很多补习班 开补习班 开了十几年 还很有名 风评还很好 你知道吗 他就是因为投资这个铁猛矿 他第一个就是找了一个杀手 叫做孙伟伦 他想说你去把他干掉 我给你多少钱 那这个孙伟伦 因为急需用钱 一听到说有这么多钱 可以进账 只要杀一个人 就好 他就你知道自己资深 跑到菲律宾 要去杀这个张子能 可是他去菲律宾 他发现说算盘打错了 因为张子能在菲律宾 身边都是那种 什么那个护卫 保镖 全部都有带枪的 所以他没办法下手 所以他就回来 可是过一阵子刚好 张子能要回来记住 他就趁这个机会 赶快把他从宜兰叫来高雄说 我们再来谈一些扩支 什么东西 一来之后 他就火同另外一个男的 就是那个王金莲的那个侄儿 侄子叫做王奎润 他们两个就约他出去 就带他酒店去喝酒灌醉之后 竟然从后面把他勒昏 再拿棍子把他敲死 最后你知道吗 放在凤山一个空地里面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 那个铁桶都准备好了 就把这个张子能丢到铁桶里面 搅那个阿蒙头 灌水泥 水泥对不对 自己敲自己灌 整个把它灌好之后 还放了一天 因为他等那个水泥全部干掉 不干的话你不好运 等他隔天要运走的时候 更夸张的是怎样 因为他那个放的地点 就在那个王金岭开的那个 安清班附近 竟然叫那些学生帮忙班 搬扇车之后 就想要运到屏東 槍園那个地方的那个大牌 把他丢到里面 他们觉得这个好像计划 应该是天衣无缝 而且这些人放案之后 就跑到大陆去 哪知道那个孙伟伦 就拿了那个张子能的手机 一个月之后 他竟然把那个手机开机 他在想说里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资料 他竟然一开机之后 那个警方那个时候 已经在追查这个案子 追查很久 他说为什么张子能失踪不见 已经追很久了 他家里面的人也都很急的 把他等到他一开机的时候 马上被警方锁定那个讯号 马上就一分钟之内 就锁定他的位置 把他抓起来 幕后一看人都找出来 后来找出来之后 他们才坦诚说 其实他们这些股东 彼此之间就在联络 分成两派 他们那个排除计划写得很清楚 就一个一个人 只要反对他们的 全部都要一个一个 用这种方法把他除掉这样 而且他们发现说 这一批人竟然至少有五个 嫌犯在里面 那可是其他嫌犯 幕后嫌犯 就包括王金连在里 已经跑到外国之后 就通缉就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抓到人 那可是那个凶手 王奎论跟那个孙伟伦 两个是被警方逮捕这样 这个案子才曝光 才知道说原来为了 争夺股东之间的利益 竟然还能够一个一个 把他锁定下计划 把他杀害掉 所以如果要是张承承这个案子 没有因为那个样子破掉的话 后面还会有一连串的 然后包括这样的一个 排除摩擦计划 极有可能 所以这整个过程 你会发现为了利益人性 有多可怕 而且法医 刚才讲说 他们是把那个铁刹大亨 然后到酒店喝完酒以后 坐在车上 然后铁刹大亨坐前面 那个人从后面把他勒昏 然后勒昏以后下来 再拿木棒打死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从那这样以后坐车 我都不要坐前面 都坐后面 因为坐后面 如果这样勒的话 一般人很难反抗 对 因为你这个刚才有一个勾 刚好 你滴以后已经不出来 拿不出来 那个力道要两倍以上 你才能把他拔出来 OK 所以很容易就 大概在五分钟 不要五分钟 三分钟你就昏迷了 五分钟就过世了 所以很危险 真的 不过一般好像 地位好的人坐后面 对啊 对不对 一般都请他们坐 对 当然对 对啊 但为什么要坐前面 可能开车那一个人的 跟他比较熟 所以在那边聊天 所以小弟要坐后面 对 OK 可是这个人过程当中 包括刚刚讲那个孙伟伦 或什么 他一直说他自己没有杀人 只有协助弃尸 所有这些 民众 我说没有杀人 我只协助弃尸 然后就只这样子 而且我只把他勒婚 就是这样吗 其实这种抗辩 老实讲实乎上蛮常见的 为什么 因为杀人罪的基本款 我最轻要判你失眠 最重可能是死刑 可是如果你只是弃尸的 这个基本款的话 是六个月 罪重就是五年 你看你的罪重还比人家的 基本款还达了五则 所以每一个人当然就说 我没有参与杀人计划 这个我只是协助弃尸而已 他杀人做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助力 所以很多 其实实务上很多的嫌犯 共犯的部分 为了要脱罪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抗辩 OK 可是像这样一般法官 听了以后就笑笑 就过去了 其实也不是 就是说当然要看共同被告 大家的自白 就是说这个他到底在什么 就是说这个人他的抗辩说 这个他没有参加这个杀人计划 那是不是确实 当然就是要看其他的被告 去怎么讲他 还有现场的激震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高法医的专业 现场的激震 你是不是有可能是独立犯案 还是你是大家 其实你的犯罪的手法 是必须要两个人 三个人才能够达成的 那这样子的部分 才能去看说这个气势的抗辩 是不是有道理 OK 如果刚才民生这样讲 高法医请问一下 大家都说自己我都没有 我只是帮忙 我只是什么 因为他是用桶装 桶湿然后把它摆里面 摆那个水泥 或所有这些 或像刚才讲的这些描述 就法医来讲的话 那些唯物激震 或所有这些验完以后 可以看得出来谁是凶贤 或谁只是单纯 只要我们在打开这个桶湿的时候 去注意检查里面 看有没有第三者 就是十者 还有这个杀人凶手以外 人的毛髮 或是他的衣服 剛好被夹在里面 你就一定戴到了 OK 所以要很仔细去查 所以要把那个水泥那些 全部都把它敲碎去查 对 对 都要好好去查 所以打开之后变十块 那个时候他全部打开 都一块一块的那个十块 因为包在里面 人包在里面 如果包酒又会变 里面有花哨 所以一直捧一捧 有时候那个水泥就会爆开 因为人那个发酵 包括湿水那些 所以难怪有时候看新闻说 湿水会流出来 对 流出来 很臭 我每次进去 我每次去 皮着我都昏去 真的喔 那味道真的很臭 所以像这种 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碰 觉得水泥弄完以后 绝对不会有人知道 其实如果长期久的话 因为身体的膨胀还是会 对 有时候会爆开 OK 那我们以前也是看过 有这个把小孩子弄死以后 他还是用水泥把它覆盖 然后他印记不好 他就包包 就是也不是包包 寄付了 把小孩弄死 OK 然后妈妈就说 我都不知道 结果他印记不好 在那个统室里面 他有找到毛髮 这女孩子的毛髮 他在包的时候 可能会把它掉下去 掉下去 掉在里面 OK 那个要找得很小心 我要很小心找 对 但是你说这整个案子 说实话 跟一开始所讲 那个游鱼游戏的人性的残忍 所以韦婷 为了利益 当然你说这个利益非常庞大 可是我想不用这么庞大 大概也可以看出 有很多人 碰到利益冲突的时候 真的是欲去之而后快 而且杀人不眨眼 还开安清班 这其实他里面提到就是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媳妇被欺压久了 他就会来一个 绝地大反扑的感觉 因为在那个新闻里面 有提到那个 大恒张子能 他其实本身是一个 很强势的人 那我们在面临到 强势的人说 我们其实是长期被压抑的 我们没有发言权 我们的情绪 也都是被积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情绪被压抑了 我们就是像那个媳妇一样 每天要洗一碗 然后又不能抱怨 然后小孩又都我接 什么事情都要我做 那长期累积下来之后 我当然就不爽了 我就整个爆发 那所以他们才会决定要 第一个就要先除掉就是那个 平常那个主导权的那个 我不过讲了这位大哥 你把婆婆都拉进来 你这样以后谁敢当婆婆 每个人当婆婆 听完你这样讲 然后看完以后 腰疼啊 然后媳妇的这时候出来 妈 你要吃什么 没有 都没有 对啊 反正强势因为被压久 我想大概过程 第一个利益太庞大 第二个真的像这样 因为长期那个鸡压久 就用这样的方式 做一个反扑的一个动作 可是如果真的讲说 那个已经变成水泥桶湿 然后结果搞成这个样子 但还是被发现 说实话 所以有很多时候 那个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所以这个案子 其实有一些蛮灵异的地方 这个案子真的是蛮灵异的 那个时候出现了 好几次的那个灵异现象 因为刚开始的话 根本这个案子可能 本来是他们认为破不了案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嫌犯一个多月 而且都跑掉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连在哪里都不知道 只有一个失踪报案 可是你看 就是因为刚才讲 那个孙伟伦那个嫌犯 他把手机一打开之后 马上定位就被追踪到了 那抓来之后 他们就讲说 那你尸体到底在哪里 其实他们家属 在那个张子能头七那一天 他们就觉得说 应该事情不妙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家里尤其是他八十几岁老妈妈 在家里面的时候 半夜三更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就听到他儿子 在门口 就好像一直在叫罵 罵这样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觉得说 你怎么搬这么回来 本来要去帮他开门 可是他门一打开之后 发现没人 而且那个时候他就觉得 怎么明明很清楚 听到他儿子在叫他 他就坐在客厅的那个椅子上面 可是他一坐下来之后 门外就马上有个影子出现了 他在走过去的时候 那影子又不见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到底是 那天头七 头七 对 在头七那一天 所以他们就讲说 头七那一天 死者都会回来 而且是要探视他母亲 而且那个叫他妈妈 骂骂骂骂 就是很清晰的可见 那表示说这个应该就是 应该是不幸 对嘛 因为这么多天的都没有消息 好 那后来知道 甄讯孙伟伦跟王奎论之后 他知道说 他们棄师可能就丢在 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大牌 那到底在哪里 他们只会隐约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那一天就 警方就载著他们两个人 开车要去现场 早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一天刚好 因为台风过境 所以地上都有积水 有什么东西 他们每次遇到积水 车子就转弯开到 绕过去 遇到那个插路的时候 他们也都不用考虑 那个开车的刑警 就好像熟门熟路一样 就直接就转左边 转右边这样子 反正就是随便转就对 终于开到最后 到现场 就看到那个大牌 就到了一个大牌 那个嫌犯竟然坐后面说 对 就是这里 他就跟他当天一模一样 那那个时候 记者问那个刑警说 你怎么知道那些地方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只要开到插路的时候 那个方向盘自己 好像自动驾驶一样 他就告诉你往这边转这样 他就偏这边 你就把他这样洗掉了 那洗洗就洗到现场 而且他到现场的时候 附近有个养压的压狼 就看到警察 怎么整天在这里 他就开始跑过去好奇 就去问 他说你是有看到 正常有人拿大汤 等在这 他说我是没看到大汤 可是我在几天前 曾经有看到梦道 梦道说这个地方 有三四个人在追杀一个人 在追杀 所以他隔天早上一起來 他就觉得梦道这个很不寻常 这个地方平常没有人烟 有 所以他还特地拿了乡竹 去那个西边 那个大牌旁边去那摆摆 他又告诉我在那摆摆 所以他们警方就说 好 你在那摆摆 我就在那摆摆 所以那个时候 还大了一个大磁鐵 因为统斯嘛 大磁鐵就 叫那个潜水扶下去 就开始去 去去去去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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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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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他说外围環流来 颱風刚过 那个气候还不是很好 还在下雨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通知他儿子来的时候 他儿子从台北一趕过去 趕下去的时候 一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突然间 太阳就出来了 放晴你知道吗 那警方就觉得说 怎么这么奇怪 他就依照我们以前传说 你要找亲人的话 就是叫你儿子 在那边焚香 就开始 吼他们老爸 吼气了这样 他说爸回来了 他在现场 就在那个大牌旁边叫 叫完都那个 警察就叫潜水夫公 你快下去 你快下去 哪知道他一跳下去 那个大磁鐵拿了 往前之後就 被一个吸力吸过去 一吸之后 他们一堆人把那个大 东西拉起来 果然就是那一个统屍 OK 所以这个案子 你看很神奇 尤其在现场找这种东西 你平常找半天找不到 他们儿子来那儿 吼气球的时候 马上再下去 就找到那个统屍这样 反正这种事情 真的还不能不信 他就是很奇怪 所以你平常找不到 让他儿子来 所以有很多 你说在海边发生 有溺斃或什么 大概有很多也都是像这样 用西瓜 看他到哪里 很多类似像这样 那像您一番在看过 這麼多的案子里头 有没有一些也是那种 觉得很莫名其妙 但是因为那种人性之间所发生 像吸毒的或什么 我以前碰到一件事 因为有一个将军 那好像在南部 好像是最大的 他好像是上将 上将 非常非常大 我不好意思讲是名字 一早找我 他儿子吸毒 死掉了 他说我儿子很聪明 又从小很乖 不可能吃冬 可是他说最近就是 就是前兩三天 兩天 他儿子被人家發現吸毒過量 死掉 就送到醫院急救 可是死掉了 然後有一個法律去驗的時候 就一看就 那個整個都黑成那樣 就是吸毒 而且身上有針孔 所以就覺得說 這煮什麼煮得稀奇 他就直接就說 啊這個吸毒 然後就抽血 驗那個 那個海洛因的成分 真的超標 ok 這個沒辦法 所以連保險公司 什麼都不理賠 這個殺到自己死的 也不算 至少也不算意外 這個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反正就不理賠 可是這個將軍 他不是理賠的問題 他是因為說 我這個小孩 根本就不可能 做這種事情 那是名譽的問題 對 但是這個法律都堅持說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他是說 你就跟他講的時候 他有的法律就會說 你專業還是我專業 有的就很臭屁 你知道有幾個 不懂的人會更臭屁 就是這樣 半瓶水 對 我有時候很客氣 因為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看不太知道 還有你看不太知道 我會問很多人 然後再來做一個結論 可是有人就不是 他怕人家只問他 他一笑就說 這不用看 吃毒吃到那邊都黑了 我抽的檢查 裡面也都黑露營 就成分超標 就很細 真的沒有辦法 可是他有一個缺點 沒有看到 那個將軍 帶那個照片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個男的 這個死者 他打的那個針孔 是在右手 這有什麼 這有什麼玄妙 因為我們都用慣用的手 去打不慣用的手 如果他是右撇子 應該是拿右手這樣打 左手 對 他是右撇子 對 右撇子 因為看這個拇指就知道 你拇指比較瘦 比較修長的 一定是那個常用的手 你不用的手 他就胖胖肥肥的 就看到繼續散 這邊繼續有在動的感覺 這個比較大塊 真的喔 OK 你的感覺你看就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針孔怎麼用這樣煮 而且他打的不是很像舊的 因為你打舊的 他有巴狠組織 很像烏松 我們看過烏松 就一支一支 在這裡吃一支 OK 他整個都新的 只有打兩三針而已 OK 這個新竹 好像這個人 如果有 也是最近才染上毒瘟 不是以前就有 他把他也認為是這樣 因為他失蹤了十二天 才被人家發現 就送醫 結果後來就問說 是誰送醫的 剛好就是他的女朋友 就是有一個女朋友 我們就下去 就要重新再看 因為我發現說 這個根本不是他打的 結果一檢查 他既然不知道這個男兒子 身上裡面還有安眠藥的成分 那個法醫不認為 這個安眠藥成分 跟他有什麼關係 他就說 認為說 我就打海樂的時候 會加點安眠藥 他們會這樣講 但他不知道說 是不是他睡覺比較頭髒 不知道安眠藥 對嗎 你要想清楚 對 所以就重新驗室說 剛好請他女朋友過來 因為他女朋友送醫了 他們女朋友一過來 長得真的很漂亮 可是 那不是重點 他們一過來 長得真的很漂亮 可是 那不是重點 不是 那也是重點 但是你如果看你就想說 這吃毒 為什麼 因為他身體 他都穿長袖 夏天給你穿長袖 不是刺青 不是刺青 就是有問題 我就說 小姐我看一看 怎麼樣 我看一看 整個都是無鬆 分身無鬆 這位就壞了 這個問題就很大 結果後來我就說 怎麼辦 知道 你怎麼去證明是被人打的 這個你的其實也不講 他一定不講 那我就說 他以前沒有吸過毒 我們把所有的頭髮 不管頭髮 陰毛 都拔下來 拔了五六根 然後做切 就是說 每一公分切一個 每一公分切一個 然後去做檢查 到底哪一個地方 的地方有 那可以看得出 他吸毒吸多久 對不對 那個時間性 大概代表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一點六公分左右 兩公分左右 一個月 一檢查說 以前都沒有吸過毒 頭髮後面都沒有 都在頭前而已 一點而已 就知道說 剛吸 對 確實是剛吸毒 那時候就知道問題大了 結果那女朋友就一直哭 我就說 那到底是什麼樣 他才說沒有 因為他沒有錢 那個女的沒有錢 對 他知道這個將軍 是將軍的兒子 一定有錢 可以供他吸毒 但是不讓他也上癮 他不可能供他吸毒 對不對 只要讓他上癮 就給他吃了還沒了 給他打 結果打得過量 就嚇到 第一針打就過量了 所以他們是先把他用安眠藥弄昏了 對 然後才把 就想辦法讓他上癮 對 想辦法讓他上癮 他想說打了以後 例如海洛因 大概你打了兩次以上 就上癮 OK 你如果吸過的人 以前有用過的人 大概再打一次 你就上癮 所以這個藥物很危險 你就這樣 OK 可是韋婷 你不覺得這個女的太恐怖了 就是明明一個大好的青年 然後你跟他在一起 因為自己吸毒 然後你還設計好 想要讓他上癮 這個太恐怖 你說造成的結果 那是一回事 光前面的那個心態 為什麼要這樣呢 他然後不知道 如果這個男孩子上癮的話 這個男孩子以後也沒有前途 其實對他們吸毒者來講 毒品它是一個心靈上的慰藉 帶來身體跟心靈上的滿足 他也希望男朋友跟他一樣 生活中可以有更多的快樂 更幸福 那他幫他打完之後 你也跟我一樣 我們就是同一類人了 那我們可以因為毒品 而加深我們感情之間的 更深的連結 然後因為他沒錢 他就想要反正你們家 又比較有錢 你老子又是個將軍 所以你可以想辦法 去供我這些 好 就算是這樣 我在猜他一定不敢跟他講的 他知道講他一定不會答應 所以他就用剛才法醫講的 讓他弄婚 所以這個人其心可諸 所以他其實對於 關係當中的那個自我分化 他其實沒有非常的明確 他認為你要跟我一樣 我們才可以把關係 繼續走下去 你才是愛我的 我們才是真正可以走一輩子的 所以你如果是個殺人犯 他也要是個殺人犯 就大家是同一掛的意思 可是民眾像這樣子 他就是先讓他就要讓他上癮 但是打過量了就會死了 他一定會跟你講說 我也不是故意的 就過失致死 就這樣放過他嗎 其實像剛剛那個案例 老實講他要主張過失致死 是滿有空間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意圖 是要讓你上癮 所以要讓你上癮的話 一定會先去調查他的劑量 因為你是吸毒者 你一定知道說 什麼樣的劑量 其實對吸毒者來說是過的 那什麼樣的劑量 對什麼樣的劑量 他可能會就是說 這只是會上癮跟會致死 這個量一定是有一點差別 對 所以其實 而且老實講 把他打就是讓他 就是在睡夢中直接死掉 這對女友來講 一點利益都沒有 所以到底為了什麼 要做這個行為 很可能就從他行為的客觀 他能夠享受到的利益 去回推他主觀上面 到底有沒有這個殺人的故意 OK 其實五角觀眾 剛剛大家講說 從遊戲開始一路往下看 你知道那個朋友之間的那種信任度 那句台詞 你會相信人性嗎 再加上剛剛來賓所講的這些例子 你會不會覺得 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信任 可是平常講 你當然還是要維持基本的信任 可是光看這些句太恐怖 譬如說在那裡面 我剛剛前面一開始所講的 如果這幾個朋友裡面 大家要去組隊 譬如我們現在只剩五個人 到最後告訴你說 要兩兩成組 沒有成組的那一個人 就要直接被殺掉 那你告訴我 這時候你該怎麼選 我跟學偉兩個人情同守足 我們兩個這麼好 然後從小長大 那個劇情就這樣 從小長大 然後長大到最後 我一定肯定選他 他一定肯定選我 但等到我一去找他的時候 他說抱歉 我已經找了高法醫了 你知道我那時候的心情嗎 我是這種人嗎 還好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你知道那個劇裡面 一直出現的就是 像這樣一些情形 如果講到這 剛前面講的是朋友之間 你還能信任嗎 另外一個就是親人之間 照理來說再怎麼樣 都是自己的親人 是不是 怎麼樣也好不過我們 但你後來發現 每次看到社會事件 那個親人之間的背叛 才最恐怖 因為他最熟悉你 他也最嚇得了手 因為那個親人 說實在話你害他的話 他不會有對你有任何防備 你知道嗎 因為我看我現在講這個新聞 這真的 很夭壽的一個案子 你知道嗎 這個男的他是怎樣 他其實那個被害的女生 他國中畢業 因為家境不好 所以他從嘉義 到台北來找工作 一個成一場工作 對不對 那工作之後那個男的 其實這個男的 從以前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這壞胚子 他以前當公務員的時候 涉嫌貪污 後來又有一些切到前科 OK 就是一直在犯罪 他就是很需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對那個金球的需求量很大 他就跟這個女孩子談戀愛 認識了之後 沒多久兩個竟然就懷孕了 有了之後就結婚了 OK 那結婚之後那個女的 後來懷孕七個月 都已經有生孕了 這個男的竟然把他的老婆 跟他肚子裡的小孩 就當作他詐領保險金的一個手法 他幫他去投保 到處投保 投保了三千多萬的那個意外險 OK 你知道他們講說這個男的 有話功背景你知道嗎 他剛開始警方 對於這個案子 因為他當時報案是說 他家裡面發生火警 因為他回到嘉義南部 那一回去之後 他老公就跟得下去 對不對 可是突然間他家就發生火警 那時候消防監視人員到現場 一看的時候就很簡單 就火警 火場對不對 電線走火 就要結案 而且這個 然後有人燒死在這 對啊 就燒死在這邊 女生就 大家家屬都沒有意義 對不對 就把那個屍體大體 就發還給那個男的 那個靈性男子 就要帶回來要火化 摺其火 可是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死者的哥哥 就覺得不大對 他妹妹怎麼會躺在床上 沒事 而且他就覺得說 有一個時間點很奇怪 就是那個男的 突然間說他肚子痛 就是案發那一天 說肚子痛 叫他大舅子就說 你帶我去病院 他去醫院之後 一個小時 就發生了他家失火 妹妹被燒死的案子 那那個時候他 已經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那個男的還說 電梯還沒煮完 我們煮完才回去 你沒懷孕了 對不對 然後失火 然後你還等點滴住完 對 你還等著要點滴住完 而且那個時候 到回到現場的時候 他臉上都很鎮定 都沒有那種 IC的病 那個警察就覺得不大對 他就把這個前面這一段 眾醫的過程 肚子痛 他打完點滴這些事情 跟那個刑警講 那個刑警一聽就直覺 一進去第一時間 就聞到說裡面有汽油味 他就到處找 果然在那個棉被的下面 找到兩罐那個雞油罐 那個雞油罐拿起來 裡面果然是裝汽油 法醫再仔細去看了 這個女生的屍體的時候 發現說這個女生 面容很安詳 對不對 就面容就是 果摘耶 對 不像是那種被燒死 對 驚恐 而且他四肢全部被燒焦了 可是他的頭髮 整個被 都是沒有燒到 OK 而且那個床 離那個房門只有五六部 他爸爸媽媽年紀那麼大的 都已經跑出來了 為什麼那個女的 躺在床上被燒死 所以他們就解剖 解剖裡面 胃裡面果然安眠藥成分 OK 因為那個男的有化工背景 剛剛講過 他床上那兩罐雞油 旁邊還有 略略的那個火藥反應 才知道說他是用那個蚊香 有沒有 點好之後 他要出門這裡點好之後 點了蚊香 再綁那個鞭炮引信 一直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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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一十條 就簽到那個兩個汽油罐 而且他還在那個床的四周棉被 灑了一點點汽油 讓他容易隱藍這樣 他就說會把土地走 製造不太長 製造不太長 原來這個女的的意外型 全部都是這個男的幫他投保 而且投保了三千多萬 你知道這個男的很奔鎖 奔鎖在那裡你知道嗎 他被收押的時候 他那個岳母出庭去看的時候 他竟然還私底下跑 就跟岳母講說 你那三千萬拿到手的時候 我拿一半本你給你養老 你要站在這邊幫我講話 之前女兒跟那個肚子裡 還沒有出生的孫子都已經被他 女婿這樣燒死了 竟然還用錢去賄賂這個 他覺得說這個家境不好 我用這個巨款去收買你 你一定會聽 反正死都死了 後來岳母當場破口大罵你知道嗎 所以那檢察官知道的這一段之後 他起訴的時候就求一個無期徒刑 OK 所以最後還是無期徒刑定業 民眾我先問一下 他這樣可以領到保險金嗎 其實沒有辦法 因為剛剛邀寶人就是他先生 其實邀寶人如果是故意 讓這個保險事故發生的話 這個保險契約基本上 保險公司是不付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這樣子 所以他還在笑雄說 跟他岳母之間商量一下 他岳母可不可以幫他講話 其實從頭到尾 他那個錢都沒有辦法領 如果證明到就是這樣 OK 剛剛講到那火場現象 這叫做高法醫 高法醫要講以前 法醫 我來分析你看對不對 我們每次在節目裡面聽法醫 剛剛講的 剛剛學位所講的 如果人他是活著的時候 面臨到火災被燒死 還是他是死掉以後被燒 或是他有那個被昏迷的狀況 很簡單 看那個被 因為人如果被燒 會掙扎 會捲曲 他會側身 所以他不會是只燒到前面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是這樣對不對 好 結束 好不好 沒有 所以還有哪一些 一看就可以知道 剛剛講那個確實是 人只有在昏迷的時候 才會這樣被燒 對 對不對 其實一般我們到現場 我們都是撿 地上的燒掉的東西 丟到那個水桶裡面 為什麼 然後就有油汁跑上來 就是有汽油 我上次也是碰到一個是 他是他先生要害死他太燙 然後就給他太吃安眠料 兩個人故意搬到那個半山 那個半山 他就說怕說燒起來 燒到臨家的皮 他放在那山皮 就不用背背自己而已 對 他很厲害 他就在那裡燒起來 你知道 他就走了 走到有人回去 他媽就休息了 就問說你如果不叫你媽 他說有啦 我聽他弄夢弄很久 他就不開 結果我們去檢查他那裡才發現說 他真的很奇怪 燒了以後他整是彎曲 他真的有滑 所以那是醒的 對 他是活的被燒 上面還有水泡 可是為什麼 檢查說他生地裡面 只有五Percent的氧化碳 為什麼 就是標示他沒什麼輸到 他沒有吸到太多液 不知道為什麼 他應該是死了 但是沒有死 他檢查知道他很高 就已經吃了 睡到以前都不知道人家 黏痠過不痠過就燒到 就會縮起來 這個是本身的自然反應 你沒手是沒辦法 因為你睡了 所以才知道說 原來是他先生害死的 發現他上次有講說 睫毛也看得出來 睫毛對 因為我們人活的時候 燒起來的時候 你會閉起來 你會怕 比方說眼睛有裂水 有顏水 有顏水 會保護 會保護 睫毛不會燒掉 你如果死了你開開 它會燒到都乾掉了 所以睫毛都不見了 所以用睫毛也是很容易 但是有時候 我們外表的判讀是很重要 水泡 有沒有女肌 單邊被燒 睫毛的問題 是很容易去判讀 但是有時候還是要解剖比較好 你用這樣去推測有時候 還是有不一定有變數 OK 這個就是我們法律學 最糟糕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人都會看錯 就是這樣 因為他跟他做主行 他看他 死後被燒塌 結果不是這樣麻煩 剛剛墜樓一樣 墜樓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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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玩家就好 我怎麼就不會墜樓 是你轉的我轉的 人家這樣 很糟糕 法醫講的就是 一開始我講的那一段 就是半瓶水 就只會這樣講 講完以後也沒有認真去看 甚或解剖 那個是最重要的 有時候真的是 要綜合很多東西 才能接近一樣東西 OK 可是剛才這個案子 韋婷 那個嫌犯 他到底是哪來的底氣 他敢去跟他岳母講 然後說那個保險 你現在分你一半 其實這兩個案例 都是非常典型的 反社會人格的類型 他們在反社會人格 他們的眼前只有利益 所以剛剛那個 學友哥分享的案例是 你老婆都在家裡要被燒死了 你還說要等點滴點完 因為他想到的是 點滴沒點完 家裡還沒燒完 不能那麼早回去 早回去以後怕漏蟹 對 或者是那個老婆就還活著 沒有辦法炸領保險金 所以他的利益就不見了 所以當他在思考這件事的脈絡 他只有看到眼前的利益 他根本不會去顧到別人的人身安全 別人的死活 不會管他們的 OK 所以像很多這一類的 我不曉得在你們臨床的案子上面 因為有人來找你諮商的時候 是因為他本身有重度憂鬱 是他奶奶那個 因為要還那個賭債或什麼 搞到最後他自己欠了一屁股 是這樣嗎 後來他是沒有 他是被家裡那些事情 搞到自己是憂鬱症 因為他就跟我講說 當時他年紀還很小 然後奶奶有他們家的鑰匙 就來家裡面跟那個 跟我個案就是孫女就說 奶奶年紀大了 再回也沒幾年 那我想說用我剩下最後的養老金 幫媽媽再加保 看他還有少什麼 那就請那個孫女就是我的個案 去找那個保單出來給他這樣子 那孫女就說阿嬤 就是不宜有他嘛 最親的親人 有自己的阿嬤 對他就去拿給阿嬤 殊不知阿嬤是把那份保單拿去 炸領保險金借了好幾千萬這樣子 結果搞得我的個案他們家裡面 雞犬不寧 就是後來是因為媽媽 接到銀行的電話說 有收到那個保單借款的事情 然後才去發現說 原來被借了這麼多錢 然後後來債主還到媽媽公司去站港 到他們家去潑漆 最後爸爸跟媽媽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吵得不可開支 然後就最後離婚 那甚至媽媽還責怪他說 你就是奶奶的幫兇 你怎麼會把保單給奶奶 搞到我個案之後就是裡外不是人 然後就重度憂鬱來找我這樣 OK 可是民眾像這個保單明明是我的 OK我的名字這些 他奶奶把那個保單騙去以後 等於是騙去的 騙去以後然後就是保單 譬如設置或是要借款類似這些 可以這樣做嗎 那我的名字 結果後來你設置這些弄完以後 我要賠嗎 其實保單借款一般都只有 就是所謂的邀寶人 邀寶人就是說 訂立保險契約的那個人 那我可以譬如說我幫 我幫小路哥投保 我幫高法醫投保 當然如果我跟你們親戚關係的話 可以幫你們投保 但是我是這個保險契約的邀寶人 所以我可以拿這個保單 拿高法醫的保單去借款 這個法律上沒有問題 只是要高法醫同意 那在剛剛那個我們 心理師分享的這個狀況呢 他其實是比較像我認為 他應該是比較像是說 他的邀寶人應該是孫女 對應該是孫女 因為如果我是奶奶自己保的 我本來就可以跟保險公司借去 對啊 我只是要保那個孫女同意 因為這個借款關係 也是我跟奶奶跟保險公司 之間的 所以奶奶要借多少 你管不到他嗎 今天重點是你借的債務 你不能讓其他人來幫你還 對啊 所以我在想說他這個個案 他之所以會弄到那麼憂鬱 應該是說他奶奶用他的這個名字 去這個衛造他的硬件 去跟保險公司借款 變成是保險公司的債務 全部都放在這個孫女身上 那其實這樣子當然是不行的 這樣子在法律上面 其實是會有衛造文書的問題 那只是說這個如果在訴訟上面 我們講真的能夠證明說 這個確實是奶奶在孫女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去衛造的話 那確實在孫女 因為他並沒有跟保險公司 有這個借款的合議 所以可能他是可以不用負擔這個債務的責任 保險公司所受的款項的損失 當然就是去找奶奶來求償 對但食物上面保險公司當然不會那麼傻 他一定會去抗辯說 奶奶是你的這個有權利的代理人 所以你製造了一個權利的外觀 變成是我保險公司信任說 你確實是這個孫女的有權利的代理人 所以我跟你簽了合約 所以孫女你要負這個授權人的責任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訴訟上面有時候法律 這是法律的攻防戰 就是說要看個案 看哪一個這個證據比較顯現 然後我們去說服法官說 這個到底要負還是不要負 但是這個這個前提上面來講 也是因為信任親人 然後包括叫你把保單拿出去 會變成是像這樣一些情形 可是法醫 像譬如剛剛韋婷所講的這些 我們剛剛講都是親人之間 而且是很親的親人 所以您的食物上的案子 也有那種很親的親人 結果背叛順獲謀財害命 譬如說您剛剛也特別提到 有那種老公把老婆去設計 然後讓他墜樓或什麼 然後還叫你想辦法去暗喊 其實我們在一般看這個社會 就是這個樣子 大概最親的人 你最可信的人都是 都是你最不可信的人 會殺你 對 我看到他做到這個是 因為他有人報警說 有人墜樓 因為他在三樓 亮衣服的時候 看到怎麼樓下 地上有一套衣服 掉在上面 他以為說誰的衣服 衣服飄下去 掉下去的 他就下去一看 不是啊 是一個女孩子 就躺在那個草叢上面 OK 怕他報警 報警警察來一問 原來是六樓的 就是他上面的上面 的那個 住戶 住戶的太太 他又回來就一直哭 旁人就覺得說 他跟他怎麼那麼好 是他可能哭到這樣 那我就說 好啦 我看一下 他就說 他就是最近跟我說 他要收你的小耳朵 因為以前不是有那個小耳朵 對 收電訊 可能這一次不小心跌下去了 我就想說 一陣子的小耳朵 沒在拍了 你不要去修理 還沒看到 你不用去修理 這個理由太堅強了 就外面我就看那個 那個外面那個外表 就整個他在六樓 就直接這樣滑下來 看得出滑的那個 就直接就靠著那個牆壁這樣 滑下來 自殺沒有人用滑下來 所以只有意外跟趴上而已 他們現在一直說 他堅持這意外 我就叫 拜託建設局去建那個 陽台不是有一個 女兒橋嗎 女兒橋 大概有一百一十公分 你沒有刻意攀爬是過不去的 所以你要拔去 當然是修理小耳朵還是跳下去 都有可能 但是靠近建設局 所以一定不是跳下去 因為跳不然靠近建設局 所以我就檢查這個 女兒橋上面 有沒有他太太的腳印 因為要跳 要去修理什麼都要站上去 結果竟然找不到腳印 找到他的掌紋 誰的掌紋 他先是掌紋 可能他把它弄下去以後 他要去看 所以手就扒在那 他在那裡看 他知道因為那時候沒有下雨 說沒有什麼 所以可以採到他的藝紋 他問說你在那裡 他說沒有了 我會撥回去 他下午年再報警 他回來他就知道他要墜樓 好厲害 他會算計 他不知道他人叫他 他會跳樓 他就回去看 他說他剛才照陽台去掌紋 他錯了 因為我們到現場採那個掌紋的時候 是他還沒回來的時候 所以不是他回來以後 不是他回來以後 他一直講他回來以後 我們就覺得你講說都不會說 對 就不合常理 然後就是好 不然查 就查他的 因為檢察辦理要去查 他童年紀錄 什麼什麼查 他說原來他中午有回來 他是回來 而且解剖的時候 他有安眠藥物 OK 所以表示他是給他 他吃安眠藥物 然後再把它丟下去 他是生前墜樓沒錯 但是是他殺 如果死後罪了 當然是他殺 但甚至有自殺 有醫塊都有可能 但是他確實有 身體有安眠藥物 所以是不是他能讓他吃 躺著 總會彈下去 然後再查 中途他回來了 他可能在裡面 他有拿安眠藥物 沒吃總會來沒餓 所以這個 他也是為了保險 保險 保險機 對 所以如果保險機 他說這個人 有的人很老 他就每一家保個八九百萬 因為好像一千萬以上 對 他不能保一家太多 對 對 那會引起那個道德危機的調停 一間八百八百 八百 像苗栗那一天也是這樣 然後到時候 是因為保險公司 後來就報告還沒出來 保險公司已經跑去檢察官來說 他就說 我跟你說 他那天再說是意外 絕對不是意外 是他把他推下去的 我檢察官就說 各位 你看清楚 保險公司這樣說 南東東發生意外 我說我不會殺 我沒有殺意外 我已經很懷疑 不知道做了很多檢察 對 還滾下來 那個都會下來 所以絕對不是 檢察真的是這樣 因為有安眠藥物 後來他有承認是他殺的 他也不承認 他也是不承認 我們他很多胸前嫌亂 都沒有LP 做完事情都不承認 可是其實像剛剛講的這些 你會發現包括整邊人 包括最親的奶奶 或者什麼這些東西 都發生像這件事情 可是委婷 我們總不能老是告訴大家 這麼負面的一些 那搞到最後 我們這一集還沒播完 老公老婆就打成一團了 然後這樣也不是個辦法 那要怎麼去拿捏那個信任 不管在朋友之間或親人之間 其實在關係當中 那個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判斷 我們到底這個對方 值不值得我們信任 可以從三個面相去看 第一個就是 去看他是不是一個 遵守諾言的人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他 去判斷他是不是一個 言行一致的人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 去看他是不是也是一個 很難去相信別人的人 這種人為什麼我們要去 比較小心一點的原因 是因為今天為什麼一個人 會很難去相信別人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不誠實的人 所以他看見自己這個身上 不誠實的特質 他把這個特質 投射在對方身上 認為你有可能是不誠實的 所以他容易懷疑別人 所以上述這三項 我們可以去判斷說 如果說去觀察 跟他們的互動 看他們是不是有符合 這三項特質 OK 韋婷如果玩魷魚遊戲的話 現場三個叫你挑隊友 你會挑選 我應該才是被剩下的那個吧 他們有一場拔河比賽 就是女生就被挑勝下來 沒有被選上場 OK 其實說實話 人性真的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小時候你讀過三字經 人之初 性本善 你不要只讀這兩句 你要往下讀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繼 息相遠 狗不叫 性乃千 所以後面才是一個 人性成長的過程 就算你剛出生是本善 但是經過時間的遷移 你真的不知道 接下來會變成怎麼樣 當然 人跟人之間還是需要信任 但是在信任的過程 自己要多加一些的 小心跟注意 要不然的話 再好的朋友 再親的親人 如果發生 剛才所講的這些歷史 你也請 OK 那再次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